大家好 很多人經常有一個誤解 就是冬天天氣乾燥又冷 才要注重保濕 夏天就不需要 其實這樣想就不太適合 因為雖然夏天沒有乾燥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香港人有多幸福 其實去到哪裡都基本上有冷氣 而且夏天我們又容易出汗 所以我們的皮膚和身體 都要注重保濕 尤其是小朋友肌膚 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小朋友尤其是嬰兒皮膚的厚度 只有我們成年人的 大概三分一至一半左右 而且角質層的厚度 也只有大人大概三分之二左右的厚度 加上沒有水脂層 所以一來很容易流失水分 二來對於對抗外界的刺激 都容易有過敏的反應 所以一定要選一隻適合的保濕箱才行 究竟怎樣才適合小朋友用呢 其實選小朋友用的護膚產品 有一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全天然 因為剛才也提到 小朋友的皮膚特別薄 又沒有水脂層做一個屏障的效果 所以特別容易過敏 如果有些人造成分 例如對抗基本甲酸脂 輪本二甲酸鹽 抗物油或有機殖等等 就很容易出現一個敏感的情況 所以好像Elmer's Secret 這一款兒童牛油果護膚乳 就適合了 它裡面是一些全天然的成分 兼且採用了純素的配方 可以說將一些容易引致皮膚過敏的 一些致敏原都減至最低 因為裡面加了香草、橙、杏子 和玫瑰木 所以氣味聞起來很香甜 肯定小朋友都會喜歡 裡面主要的成分包括杏仁油、牛油果油 金盞花油和蘆薈 全部都有很強的保濕 舒緩的功效 而且可以修復 同時令脫水的皮膚再生 另外還特別加入燕蜜 和山羊奶 其實這兩種都是在大自然界裡的 天然亂膚劑 含有大量維他命和抗物質 可以令皮膚軟化和加速更新 還不止以上那麼多的天然成分 其實還有尿囊素 可以有很強的舒緩效果 特別會減少乾燥或皮炎的皮膚 出現一些痕癢的情況 不怕小朋友會勾損皮膚 而且裡面還有大豆的蛋白 含有抗氧化的二黃銅 除了會令皮膚更有彈性和緊緻之外 還可以減少斑點形成 給大家看看質地 其實它是非常幼滑的 一塗上去就很容易推開 而且很快被皮膚吸收 給小朋友使用就真的適合了 其實這款兒童牛油果護膚乳 不止適合小朋友使用 因為這個系列本來是為了孕婦和小童而出 所以連一些過敏性皮膚的人士都非常適合 如果你覺得有用和想嘗試的話 記得去到Arupa40的網站 了解更多詳情和選購 今天分享到這裡 記得繼續讚好、留言 和分享這段影片 和朋友分享這些有用的兒童護膚產品 記得追蹤和訂閱我們的Facebook、IG和Youtube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護膚的資訊 拜拜